第一個如果已經到同學就先把那個問卷調查 大概先01先開起來 那第一個我們會需要遇到的問題 其實也是類似剛剛的問題 只是說這個部分的那個資料正規化的問題又更大 那我剛剛提過主要就是 系統一般如果你請那個工程師設計的話 他為了要節省資料庫的空間 多半呢填寫之後會記錄下來都是編號 那編號就麻煩了 可是我需要的並不是要編號 我需要的是那個性別的真正 比如A1 他實際上A1你可以切到清單 這個清單有點像資料庫裡面的關聯是 關聯資料庫的概念是一樣 所謂的關聯就是說 他可以藉由什麼呢 藉由A1去查到男生 然後A2的話是女生 可是問題來了 我們現在怎麼可以快速的把 像這個問卷調查 快速的幫我轉換成 我要的那樣的結果 當然我剛剛講過了 效率很重要 即便你做得出來 但是用什麼方式 可以讓你做事的效率更加提高 最好是什麼呢 一鍵按下去 自動全部的結果 就全部完成 所以這裡的話 當然我們一樣 我準備了一個那個 最後的結果 所以請各位先開啟這個檔 然後再 先稍微看一下 這個範例裡面 到底要做什麼 那首先呢 第一個 我們大概了解一下 這個問卷調查的範例裡面 第一個還是一樣 把資料做正規化 也就是說你打開之後 你會發現 裡面出現的資料 並不是我們要預期的內容 而是編號 所以可能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如何把 所有這麼多欄位的編號 快速的把它轉換成 你需要查詢到的資料 這個可能是第一件事 那當然呢 我們早上有提過 你可以用定義名稱的方式 配合V入函數 就可以幫我解決剛剛的問題 不過藍數很多 那藍數很多的話 基本上 如果你要解決這個 藍數很多的問題的話 那當然 假設啦 你希望因為藍數 大概至少四級或日藍 如果說你希望 可以快速完成的話 那這邊我提供了 一個VBA 可以一鍵完成所有工作 那也就是說 你假設啦 你先做前面幾藍 後面如果你不希望做的話 那再來的話 可以用寫一點簡單的程式 就可以幫我把後面全部的東西 一次全部都查完 但是這部分的話 需要一點點簡單的程式撰寫 不然的話 很多工作 如果你給的資料 並不是那個樞紐分析表能吃的資料 你丟給它 它會產生非常多的錯誤 所以怎麼辦呢 還是需要把資料給正規化 那再來的話 後面我們還會再利用樞紐分析 樞紐分析表 去幫我做一個問卷分析 那當然還是會有個問題 因為我要分析的欄位數非常多 那如果說每一個每一個每一個 都要利用那個什麼 用樞紐分析表功能 重複其實都做一樣的事情 那你會想說 如果都做一樣的事情 那是不是說 可不可以讓重複的事情呢 看能不能自動化 自動全部 因為其實從第二欄到最後一欄 其實做的事情好像都一樣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找出一些規律 然後呢 把那些動作呢 自動全部幫我跑完 所以後面你可以看到 假如樞紐分析表你一堆的話 你希望全部都做一樣 其實呢一樣可以讓它自動化 所以這一題裡面 有蠻多可能需要自動化的部分 當然如果你不自動化也可以啦 結果就是你要做很多 這個你可能要花很多力氣 做重複的事情 反覆做啦 不過這太浪費時間了 所以效率上面其實不容易提高 最後的話呢 再做出早上講過的就是樞紐的分析圖 把一個表出來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再利用那個樞紐分析表 再把它轉換成圖 那圖當然也是一樣喔 其實終極目標 如果可以的話 是不是說每個地方都可以自動產生圖 或者是說我今天要分析的 就是這個可能圖形很多類 那我是不是可以自動產生不同類型的圖啦 那當然如果你要產生不同類型的圖的話 在樞紐分析圖它的功能有限制 等於你一次就只能產生一個圖 如果說你要產生多種圖的話 微軟最近喔 它有推另外一套軟體 叫Power BI Power BI的話呢 其實它就可以怎麼樣 你如果給它一個資料 如果產生各式各樣的 各種分析的圖的話 你可以用Power BI 它可以同時幫你產生很多種圖 不過可能就是要另外一套東西啦 那以樞紐分析那個圖來看的話 它一次只能產生一個 那如果說你要產生多個的話 恐怕還是要寫一點程式 才有辦法做到像那個 就是說自動產生多個圖的這個結果來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還是會再利用所謂的交叉篩選器 那利用交叉篩選器的話 它也可以幫我列就旁邊做一個面板 那我點選它 它可以自動秀出不同類型 比如說我根據性別 根據年齡 根據教育程度 那可以得到不一樣的結果出來 那我可以藉由快速的篩選方式 可以從這個篩選結果裡面 去做一些分析的動作 大概會有這些的幾個項目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大概我們需要做的那個 就是 數能分析表 大概會有這些 比如說我根據最後統計的結果 那我可能會需要什麼 第一個 你告訴 請你告訴百分比 總共在百分之一百 裡面各個選項裡面 佔比哪一個最多 OK 那除了可以佔比之外的話 也順便幫我把百分之一百 裡面一百五十個問卷裡面 選哪些項目的 幫我把它列在後面 所以百分比跟人數 其實百分比跟人數 基本上是同一欄的資料 只是說顯示出來的格式不一樣而已 基本上這個是顯示百分比 這個是顯示它的數量 差別在這裡 你會發現 因為欄數很多 所以每一個每一個都做好像一樣 百分比人數百分比每個都一樣 這個地方當然如果都一樣 看能不能用程式的方式解決 最後的話這邊有個交叉分析的篩選器 幫我做出底下 比如男生女生 你可以選其中一類 然後他會幫你顯示出來 月收入甚至是教育程度 那這個問卷裡面大概是 不過這個問卷不是主軸 反正就是有點類似像這樣 發給外面的那個 請人家幫你填 填完之後的話 把這個訊息 記錄到這個我們Excel裡面 那你會遇到第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上面的部分呢 是我們把它填進去 因為經過系統 一般工程師 他寫到資料庫裡面 因為有關聯式資料庫 希望把那個資料越小越好 所以他為什麼 建那個 建那個什麼呢 就是對照表 然後呢 記錄在Excel裡面 的資料呢 都是用那個編號的形式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幫我把上面的資料 變成下面的資料 那也就是比如說 我剛剛提到 性別的編號 變成底下 實際上看得懂的那個名稱 然後年齡的話也是一樣 年齡的話它有好幾個區間 比如說什麼 6到30啦 31到45等等的 教育程度 上面其實是編號 下面是最後的結果 所以 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請各位一樣 就是開啟那個 這個問卷問題01的話 那首先我要做哪些事 第一個當然 我如果要查表 查表我們早上有用過 第一個當然 你要定義名稱 所以呢 請各位先幫我把那個 這個範例檔先打開之後 然後呢 切到清單的部分 為什麼要切到清單 第一個當然 請各位把那個範圍裡面 定義一下名稱 不過這個定義名稱其實還蠻多的 總共的話 這麼多種 當然如果說 你只是大概做 你就前面 弄幾個就好 大概做個幾個 那 接下來就是說呢 我們先把上面的名稱 比如說上面名稱 我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呢 選下面的範圍 一樣喔 最簡單的方法貼上Enter一下 那這個範圍就是性別 那這個範圍的話 一樣喔 把這個年齡 複製一下 那底下的話呢 一樣給它一個名稱 年齡 那教育程度 只是說 你會發現哪說 做同樣的事情 其實做同樣的事情 你這時候 就可能會想到 有沒有寫一個程式 自動幫你把全部的工作做好 不過 這個慢慢再思考這個問題 其實如果說可以的話 像我的習慣一律 就會 不會重做 我等於就是說 我用程式的方式來解決 但是這部分的話 我們先 利用那個 這邊 先把這個名稱先定義好 那名稱的話 就按到這一個 那定義好之後的話呢 你就大概做個幾個吧 至少 我們大概練習一下 前幾個 然後其實都 固定的方法 固定的方法 應該如果 邏輯一樣的話 這部分應該是可以 把它做成程式的 好 那這個地方呢 假如說我都定義好了 定義好之後的話呢 那我要去做查詢 可是接下來我要怎麼去查它 假設我這個清單 大概先做到這邊好了 做到 每個月花費多少 在購買查詞這邊 然後呢 我切到問卷調查 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把它查出來的話 那前面是 插入 插入 一個 一欄 不過 這一欄 大概很麻煩 變成你每個都要插一欄 所以我建議 我們就不要插一欄 乾脆直接把問卷調查 複製一個 複製一個工作表 所以特別主要請你把 問卷調查複製一個 那怎麼複製最快 我建議各位 拖拉這個工作表 並且按下Ctrl鍵 拖拉 按Ctrl鍵 按Ctrl鍵 按Ctrl鍵之後放開 放開的時候 你會發現喔 你按Ctrl鍵就複製了 放開它就會多一個問卷調查 來刮鬍 那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就會在問卷調查旁邊 多產生的一個工作表 那也就是說 我們就不要插入空白欄 因為插入空白欄 你可能要花很多的力氣 而且會產生的欄數非常多 本來就已經夠多欄了 你又再插入欄 這樣的話可能會太多了 所以我乾脆怎麼樣 我不要產生空白欄 而是複製一個工作表 然後呢我用這個工作表來查詢 OK 所以特別注意啦 這個地方 我可以把B2到最後一欄 在最下面 這個其實就可以把它刪掉 這邊其實我們不需要 我們主要是 所以可以把這資料刪掉 刪掉的話 Ctrl-Shift向右 Ctrl-Shift向下 這意思就是說 幫我向右整個選取 幫我向下整個選取 按Delete鍵 那就把它刪掉的意思 OK應該可以懂那個意思吧 不過我建議 你如果選取 當然你也可以用滑鼠 這樣選過去 再選下 不過可能會有一個悲劇 就是你向右 過頭了 拉來拉去 所以我蠻強烈建議 如果你要選取的範圍 是固定到最右邊 你就記得Ctrl-Shift向右 如果最下面 就Ctrl-Shift向下 就對了 這種選取方法一定要記得 因為很重要 如果你不會這個方法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記一下 跟Ctrl-C、Ctrl-V 那個快速鍵一樣重要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把性別、年齡這些欄位 分別就查過來 那怎麼查 我剛剛已經有建立那個名稱 這個名稱的話 就是按照上面這個名稱 下面就對照表 那如果我要查詢的話 第一個 先一樣 插入那個函數 那最近有使用過V2函數 我看看 對 所以用最近使用過的 V2函數 裡面的話 要查什麼 我要查的資料呢 剛好就在前一個工作表 所以特別注意 Lookup Value 請你切到問卷調查 的同樣一個儲存格 B2儲存格 OK 意思是說 我要查的東西 剛好在前一個工作表的同樣位置 OK 然後再點Table Array Table Array 就是你要查的是那個什麼A1、A2 然後呢 你的對照表在哪裡 F3 F3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應該有個性別的對照表 因為我們剛剛就建立名稱 都在它的上方 按個確定 好 那這樣的話 接下來要查 接下來要查這個 對照表裡面的哪一欄 它只有兩欄 所以我要查第二欄 幫我把男生或女生 幫我查回來 所以輸入2好了 第二欄 OK 其實這邊都同樣的邏輯 第二欄 然後 再來的話就是 第二欄 然後呢 比對方式是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輸入0 OK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 完成之後的話呢 你就把它按個確定 那你會發現 這邊呢 再把它向下填滿 性別部分呢 就全部查完了 為什麼 因為它是 跟著前面一個 前面一個工作表 的資料而來的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所有的資料 就是我們的查詢條件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 這邊是根據前面的一個工作表 跨工作表的 去性別幫我查 查第二欄回來 那你會發現 這邊我們全部都查完了 再來年齡的話 其實也是一樣的方法 所以其實後面的話 一樣在插入什麼 插入那個VIR函數 那一樣呢 再到前面工作表的C 應該是C2吧 本來是B2變C2 然後呢 Table Array的話呢 用F3 去查那個年齡 然後查第二欄 然後0 比對方式完全比對 然後向下填滿 並且把這一欄 乾脆也整個 整個拉寬一點點好了 可是問題來了 這邊 每一個後面好像感覺 做的動作都一樣 如果做的動作都一樣 假如說你要一直往後做 真的不是好方法 所以有沒有什麼好 什麼方法 就是可以讓它自動 幫我把後面的東西 就自動幫我填上去 那它就全部跑完了 OK 另外的話 你會發現 它的那個名稱 基本上跟欄位的名稱 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我要查的那個名稱 跟上面這個名稱 是一樣的 所以找到它有個固定規則 當然接下來我是建議 你就可以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它一鍵就完成 有點像這樣 我試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做好的 完成的 比如說我今天呢 我要把這個 一樣先複製一個 那如果說我已經把那個 程式寫好的話 那這邊其實寫法 它程式並不多 我直接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整個全部OK 所以這裡的話 當然如果你要 後面當然 如果你沒有更好的方法 那就圖法令剛法 如果你想要讓程式 跑得快一些些的話 接下來 就有其必要性 讓程式自動幫你完成 而且它的規則都一樣 所以請各位 這個地方先 試試看 把那個 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部分先試做 待會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更快的方法 可以讓 後面的動作 其實可以不用重做 不論的話 如果每個都要重做的話 那要花蠻多時間的 所以有沒有什麼快一點的方法 可以把那些事情 快速的幫我把它跑完 試一下 等於是因為知道來源沒辦法 我們要做統計之前 這個可能還是要先把它完成 谢谢大家